。 各位公眾朋友大家好 那歡迎收看我們的問題影響Youtube頻道 今天我们最主要的任务是帮Avangar的用户来做一个调整 事实上现在目前的状况设备 包括我们的Macintosh 8900的综合扩大机 还有我们的PS Audio的电源滤波 当然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要了解到这个系统 一开始我们看到这个空间跟这个系统的时候 我们是有点担心 因为旁边就是玻璃 前后也都是食材 比较硬的材料担心声音会不好 不过我们用比较科学的方法 还有一些测试的方法来去了解说 这个系统要在这个空间怎么样把它调好 那首先呢 这一套系统其实我们来的时候是线材都已经接好了 那我们当然一定要检查一下 所有线的部分有没有什么问题 那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包括我们的电源的部分也好 或是我们的喇叭线的接法 那这边它是采用一个双线的方式 就是低音喇叭线跟这个中高音的喇叭线 低音的线走直接进入它的低音模组 那中高音的话是进入它的号角的这个中音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是用银线的方式 那最主要我们今天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先用Cliopaki去扫一边看这个整个曲线 这里有三条线我给大家看一下 红色的这条线是左右声道的一个平均值 也就是我左右声道一起送粉红造讯去测得的这条整个平宽的曲线 那目前为止来看它 它这个空间整体性还相当的不错 那宽度跟深度都够大 另外呢我后来单独发 个别的讯号去发左声道跟右声道 蓝色这条线是左声道 那橘色是右声道 那很明显的在橘色的这条右声道 从低音开始讲 蓝色的左声道它在50Hz到70Hz这一段 明显低于这个右声道 可是在80到100这一段反而右声道比左声道还要好 接下来的就是从100到1K这一段 可以看到左声道 这个蓝色的这条线就是低于在50分贝线以下 那右声道的部分 线型都是在100到1K这一段 都是比较高于50dB 也就是说这样听起来 感觉上右声道的音压会比这个左声道还要再高一点 可以看到这个线型 我们在做一些调整的过程当中开始改变 像刚刚第一张图还没调整的时候 它的左声道的蓝色这一条 其实它从2K到10K其实能量还是很低 那我们调整完之后它在2K到10K这一段 已经跟右声道整个重叠 50到200这一段 50到100的部分 我们把原本左声道它50到70这一段比较少 再往上再拉一点 让它低频的部分落差不要太大 那当然最主要是说我们的目的还是要把蓝色的这个线 就是左声道跟这个黄色的线两个尽量能够更靠近一点 当然更靠近的话会造成整个能量在分布的部分 还有位置的调整的部分要注意到这些细节 然后一样到10K 20K到最后一样 这个黄色的部分我们刚刚讲过就是因为这个材质是没有办法 就一定在那边所以它还是会掉下来 然后左声道一样是它是很和缓的下降 这个部分是我们比较没有办法动 那大部分其实我们调都是还是用 因为Avenga UnoXD它是一个主动的低音的模组 它可以透过它主动低音的模组去调教 去影响整个声音的一个走向在这个空间 第二个步骤就是会去调这个我们原始Avenga UnoXD的 它的里面的参数把它调出来 看看它目前的这个两个模组 它现在所设定的低频的整个从20Hz到这个我们的号角290Hz 它设定的这个曲线到底是怎么走 然后调出来之后呢 再来呢第三个部分我们就针对今天的状况 比如说它的这个喇叭摆放的位置 因为有点高度 那当然有点了一个花钢 让这个喇叭可以做一个调整 因为毕竟太靠墙的话会有得到这个驻坡的影响 所以我们会在做第三个阶段 就是去做这个喇叭的这个移动跟调整 第四个呢就是我们就开始去做一个修正 就是透过我们的CLEO POG去测试 来看这个空间这个20Hz到20K的这些讯号来反映整个空间的频宽 之后呢我们再从这个整个曲线的这个比较有缺陷的地方 或是有问题的频段去做一个调整 当然这个就变成是要有一些方法 因为毕竟你可能要针对每一个频段去做判断 比如说先调右声道看它的曲线是怎么样 跟左声道的曲线两个去做一个比对 然后去得到一个不同参数 但是再透过我们本身这个AVEGA提供的这个调教的程式 去调它本身的这些低音的参数 它能够修改的地方 针对20Hz到290Hz这一个号角的这个衔接点的这个低频模组 做一个调整 那这样子整个反复的在线图的部分去做一个修正之后 让我们得到一个左右比较一致性的这个线图 然后才去做一个定案 那当然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会再去听音乐 在最后的部分我们觉得这个线图修得差不多的时候 再去听一些音乐来做一个调整 那是否有符合我们这个调整的方向 一步一步的按照这样的工序去把它做好这样子 我们来听看看声音的反应到底是一个什么样一个状态 在这个空间 Zither Harp Must be a million boys living in a great big city I know he's out there waiting for me I know he's out there waiting for me I know he's out there waiting for me 那在總結的部分我第一個就是說 這個空間的軟質的建議 就以空間來講的話其實以這個空間的話 就是地板是食材 煮起來是食材就不容易聚焦 那天花板也沒有做吸引的面積 雖然有連根紗 可是布窗連的部分 基本上我覺得還OK 在後端的部分 我認為是匹配上是一個平衡的狀態 當然也有機會可以再更好 不過以目前來講我覺得 這一套這樣的方式架構起來 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在擴大機的部分還需要再做一個升級 好的控制的方式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這整套 Avenga Uno XD這一對喇叭 配上我們的Markintosh的8900 加上我們的PS Audio的Planning的 20的電源供應器 今天我們的影片就到這邊了 謝謝大家的收看 那如果你也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歡迎幫我們訂閱按讚加分享 那我們下次見 拜拜